蘋果這一次就欠罵啦 我覺得就偷懶 注意力都放在車子還有 AR 眼鏡上面 手機都不管 當我還在泡 AirPods Max 還有 MagSafe 的電池 蘋果就說看好了 這個還不是我們的下限 Hey 大家我是蘋果爹 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iPhone 13 五個最大的缺點或是不買的理由 這個我剛搞在寫的時候 寫得越來越氣 感覺寫壓有點飆高 所以想說那我就不寫了 我就直接來講 通常如果我沒有寫好稿的影片 我一定會拍得非常非常長 因為我會一講就填不下來 可能會是三四十分鐘的影片 所以先讓你們知道 今天這支影片可能會非常長 然後先跟字幕公司說一聲不好意思 這可能會很難打 好啦 那我們先來講 其實每一代新手其實出來 但大家的手上的機型不一樣 出發點不一樣 他們在買的換機的時間點不太一樣 有可能這個新的功能會對你而言是優點 或者是你可能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其他廠牌手機想要跳過來 或者是前一代的 iPhone 看上去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一些升級不太夠 我是講的有沒有很婉轉 如果你是想要升級 如果你的 iPhone 是比較舊一點的話 我就建議可以去看那一支五大優點 五大必買的理由 那個可能比較會適合你 因為畢竟我手上的是 iPhone 12 Pro Max 我平常也會碰到很多其他廠牌 比較新科技什麼的手機 所以這支影片可能是給那種 比較深度科技愛好者 蘋果愛好者 給他們來看的影片 那可能也是我自己 對這一次的發表會有一點點 發洩的一個出口的影片 其實說真的啦 每一年的 iPhone 更新到現在 它其實每一年都不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改變啦 那我們對蘋果的要求說真的 也不算是太高 憑心而論講回來 我們也不期待說 你每一年會推出什麼新的黑科技 大概我們的標準都已經非常低了 就是說你至少在其他廠牌有的 很多年的功能 至少我們在今年或是明年什麼 至少要有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至少把這些功能慢慢的補滿 你可以晚個兩年 但是你至少一次到位補滿 但是蘋果真的就是還是慢慢拖給你 還是這樣一年放一小小一個這種 人家已經有了兩三年三四年的功能 然後明明在同一個技術上面 它還不把它補滿 還是這樣放半個 再放半個 再放半個 這個這麼舊的技術 還可以分那麼多年放給你 真的是讓我有點不太累 對 上次我在泡AirPods Max的時候 有人說我是3C公道博 3C公道博 然後我當天還在笑 可是我有在想想這個名字我喜歡 OK 好 那我今天就化身成3C公道博 來講這次的iPhone 13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不夠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好 第一點我就要講的這個手機的重量 我們先前升到iPhone 12 Pro 12 Pro Max 或是反正12系列來講 它其實都算是很重的手機 尤其我手上這支12 Pro Max 當初反正我們給它的理由 就是它的材質 它裡面的電池 或是相機模組什麼等等 今年iPhone 13系列呢 每一支的重量都比前一代還要再重 大概重了6克到15克之間 重最多的是Pro 12 Pro到13 Pro的話它是重了15克 Pro Max這一支是重了12克 這一支已經算是非常非常重 已經算是我覺得可以拿手機重量的極限了 今年又再更重 OK 那蘋果給我們一個美化的講法是說 對啊 我們為了給你更大的電池 更好的續航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加重 我們沒有辦法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對不對 可是我們退一步想回來 我們就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沒有其他廠牌的手機是跟你一樣大 一樣大的螢幕或者是可能更大啦 然後它相機的規格比你多顆 然後相機規格也比你好 畫素也比你多 然後同時就螢幕下指紋解鎖 臉部掃描什麼這些等等的功能都有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就光講硬體規格來講 都是在你之上 同個時間它的電池又比你大 容量又比你大 重量有沒有比你重 沒有 重量還是比你輕 所以這個時候到底藉口是什麼 有時候你在一個材質上面的堅持 你可能要用不鏽鋼 或用什麼材質上面的堅持 我覺得不要有點本末倒置 就是讓使用者 一個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使用者的體驗變得不好 這個我在罵AirPods Max的時候 我就講過 你堅持要用這些金屬的材質 不管在它邊框 耳罩什麼什麼等等 你沒有想到說使用者最終還是戴在頭上 我們不是在欣賞它的材質去摸它說 有多麼漂亮對不對 最終我們還是在體驗它的聲音 你要體驗它的聲音 你就要有辦法戴在你的頭上 如果你重量這麼重 然後穿戴感又沒有很舒服的話 你做出一個極致工藝 那麼漂亮的東西 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所以當然為什麼現在會有很多消息傳出來說 蘋果現在其實在測試的新材質是鈦合金 其實要解決就是重量的問題嘛 那重量的問題這個就是等一下很多個缺點 我們會講到的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說你知道重量是個問題 你在12 Pro Max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選擇這樣的材質的組合 重量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嘛 所以你去年為了要輕薄 所以它的電池變得比較小 那它還是很重 那你今年為了解決續航力的問題 你維持一樣的材質 然後讓它更大更重 就為了放進更大的續航力 你還是沒有解決掉根本 為什麼造成它這麼重的問題 所以在什麼設計 外觀什麼 有一些細節上面的堅持 我覺得是很尊敬蘋果的這一點 可是有時候是不是要回歸到 我們使用者的體驗上面 然後真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去年就知道是問題的話 你今年就應該解決 不要說同樣的東西 再拖個兩年 三年才去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偷懶 然後也不太在意我們消費者的感受 好 那我們就來講第二點 那就是隨限螢幕 今年的 iPhone 13 Pro 系列 終於有就是 ProMotion 基本上就是它螢幕更新率 可以在 10Hz 跟 120Hz 之間做切換 但是它就是沒有放入 水顯螢幕這個功能 那水顯螢幕的功能 就是說這個螢幕可能要在 1Hz 跟 120Hz 之間可以做切換 可是其實你 1Hz 就只有在 平常在待機的時候 就要顯示的這個功能而已嘛 那我們到今年還是沒有 那我記得水顯螢幕 當初在用 iPhone X 帶的時候 我拿了 iPhone X 我去拿 對 就是我手上還有的這支 iPhone X 當初新出來其實很小隻 他們當初的旗艦機跟其他廠牌比起來 還是非常小隻 當初在美國去我朋友家 然後就看到他跟他太太的手機 就擺在那個餐廳的桌上 然後隨時就有顯示 就是時間什麼有了沒了 那就是隨限螢幕 當初看我就說 我心裡就是其實有點覺得說 我們還沒有 可是我心裡就想說 沒關係 我們明年會有 結果明年到 iPhone XS 沒有 那我就想說 沒關係 11 會有 11 也沒有 等到 12 12 也沒有 然後到今年 13 也還是沒有 我就覺得說 一個已經拖了那麼多年的功能 你到今年終於放了這個 Promotion 然後你為什麼就不把隨限螢幕也放進去 如果你又是擔心這個電池續航力的問題 說真的 你也不要放 Promotion 對不對 如果真的那麼擔心續航力 那影響續航力最大的就是 5G 可是你給消費者這個選擇 我們可以去使用 5G 或是去使用 Promotion 或使用隨限螢幕 我們自己再去調整說 我們怎麼樣使用方式 可能對電池續航力會比較好 我們自己會再去做調整 不要什麼東西都鎖得死死了 然後為了鎖得死死的這個概念 然後變成連給都不給你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本末倒置的感覺 然後已經等那麼多年 你還等到今年13 你還是只有在最高規的Pro系列有120Hz 那在很多廠牌其實中階低階 甚至折疊手機都有120Hz 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是 苦苦的哀求還是只有Pro系列用 然後折疊手機 我上次測試的那台Flip 3 它其實是折起來 平常就是你收納的時候就會折起來 可是它連折起來 裡面那個螢幕都有隨限螢幕 然後我們到現在這個 最旗艦的機種還是沒有 我不知道 這個我就不知道怎麼幫蘋果去解釋 那你不管是說後面供應鏈的問題 還是什麼 因為蘋果要的量就是不夠 可是我覺得這個第一年講可以 第二年講可以 第三年講可以接受 第四年還是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藉口 就是你單純就是不想給 或是你懶你就是想省錢 我覺得不管什麼理由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沒有 OK 好 那我們講第三點前 我們一樣照管理來感謝 我們今天的贊助商 願意贊助這種內容 我覺得有這種贊助商 能支持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可以持續去創作 我們自己想要講想要發揮的內容 然後對我們的內容 也不會有干涉有限制 所以非常謝謝今天的贊助商 就是EUA-G 你 想成為誰的安全感 一般大家對於EUA-G 的印象 可能都是比較陽剛的設計 但是其實他們一直都有 非常多款簡約設計的手機殼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長期EUA-G 的支持者 以往的頂級款 實色款 還有透色款 都還是保留著EUA-G 品牌 一向以來的設計語言 那至於新的設計款式來說 像是輕薄的矽膠系列 就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同樣均規防摔認證 並加入了抗菌的材質 邊角的地方也加入了 吸震緩衝的設計 那相對於一般的矽膠殼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材質 改善了許多灰塵沾黏的問題 那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一點 那另外像是全透明的款式 今年也推出了極透明的款式 並加入了MagSafe 的版本 同樣支援均規防摔 並且使用抗泛黃的材質 那邊角設計也可以吸收衝擊 也一樣支援無線充電 那還有像去年大家評價很高的 簡約款系列 今年也推出了全透明的款式 那如果你是簡約系列的愛用者的話 這款新的透明款式 手感也是非常的好 在它的外層是霧面 也是防指紋也防刮傷 那同樣維持軍規防摔的認證 那相信這款今年一樣會非常熱賣 那另外還有去年我評價也很高的 一款都會系列 那今年也是在iPhone 13 系列上面 會持續提供 背部的纖維是使用防彈的材質 通過美國軍規防摔認證 那還有一個大亮點 就是軍用黑款式 也將推出支援MagSafe 的版本 那在超高防摔的規格下 又有輕薄的手感 這款也是我私心很愛的一款 那像是經典UAG 設計語言的頂級系列呢 今年除了紅金 碳黑 極黑 還有金屬藍的款式之外呢 另外還提供了頂級的特色版本 那它是使用 Kevlar 的防彈纖維做背板 那另外同設計語言的 像是實色系列啊 你們常看到我使用的迷彩色這一款啊 還有透明款式 都一樣會推出iPhone 13 的版本 那U 系列呢 今年新推出了矽膠實色款 還有雙彩透明系列 那加上霧透啊 還有亮透的系列 總共有四款U 系列可以供你選擇 那當然同樣都是美國軍規防摔的等級 所以今年的UAG 呢 除了以往熟悉的陽鋼款之外呢 在簡約設計還有透明殼的款式 都一次推出了多款新設計 那如果你想要和吳康仁使用 同牌子的手機殼的話 可以到UAG 的賣場去挑選 點結一樣會放在下方囉 好那第三點我們來講就是瀏海這個東西 也是一樣啦 也是從 iPhone X 開始先有嘛 那其實在當年來講 你把螢幕佔比拉那麼高 然後有個 Face ID 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 Face ID 的技術 我平心而論來講 就是到目前這個臉部掃描的這個技術 蘋果還是算走在最前面嘛 但是呢你過了四年都還是用一樣的尺寸喔 那你今年把它縮小了 那我們本來所知道的消息是 因為你把這個瀏海縮小 然後他們在內部也有發出測試機 然後去測試說可以戴口罩 跟戴眼鏡去解鎖的方式 那就讓我們覺得說 你這個就不是單純只是瀏海縮小 那它可能還有一些新的功能在裡面 當然現在會不會有這個 Face ID 2.0 口罩解說這個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 或許事後會有軟體更新 可是發表會裡面是完全沒有提到嘛 如果只是單純把這個組件縮小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你的聽筒向上移 然後你旁邊四個組件 可能鏡頭換一個位置 然後把它向中間移一點 那感覺起來這個好像拖了那麼多年 那是不是早點可以做 第一就是說你一樣的設計 為什麼要用那麼久 你用了四年 那你用四年之後到終於改進的時候 又沒有看到什麼很顯著的進步 在掃描的角度什麼你也沒有提啊什麼 那這個當然我們實際測試可以再來看看 可是我覺得如果有進步的話 如果是一個進步 蘋果一定在發表會上面 會把它拿來行銷嘛 因為今年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亮點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讓我很擔心 就是說本來可能有什麼藥 應該在上面有的 那不知道什麼原因 它們最後又縮手 那就變成一個只是閹割版的縮小的 Face ID 那其實整體它的高度還是差不多 它只是向內縮 這樣講起來它也沒有什麼新的革新的技術 它就只是把聽筒向上移而已 那還是有點換湯不換藥的感覺 那我知道很多觀眾對這個瀏海是很有意見 那我雖然是還好 那我反而是對這個進步速度這麼慢的 這一點比較有意見 那這一點又讓我很擔心就是說 你今年如果說有什麼新的 Face ID 技術 故意不放進去 你就是想要把這個亮點再放在明年 你想把這樣一樣的設計再給它用個三四年 然後就是每年放一點點小的一些亮點 一些你明明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做出來就已經做到 可是你為了商業考量 你把它抓得緊緊的 就有點像是像這個隨顯螢幕 這個道理一樣 我先給你其中一個120Hz 可是明年沒有什麼亮點 那我先把隨顯螢幕先抓著 變成明年的亮點 就有點 Face ID 會不會也變成這種感覺 每一年抓一點點小亮點出來 那明明你就是一個 應該一步就到位 畢竟你已經慢了這麼多年了 OK 好 那再來我們就講第四點 這個我會泡很久 就是相機的地方 那我們先講在優點裡面 我有講過說我對這一次 當然整體的相機是有微升級啦 可是重點我覺得不太是在硬體上面 重點還是在它的軟體上面 那我對這個什麼人像錄影 事後可以去調光圈這些 算是非常的讚賞 那我也覺得這個是 如果到時候我們測試的時候 是一個真的表現很好的話 那它就真的是個黑科技 是一個很神的功能 但是我們排除那個 我們就來講這個相機本身的規格 那你仔細去看 雖然看起來它們在 我們先講長焦鏡頭啦 它們說長焦鏡頭提升到了3倍 那聽起來很棒啊對不對 先前的Pro只有2倍 Pro Max只有2.5倍 那現在提升到了3倍 那可是你去看它光圈的地方 光圈縮到了只有2.8喔 那12 Pro Max它這一台 因為它的長焦鏡頭是2.5倍 所以它的光圈縮到2.2 那相對就是12 Pro的話是2.0 那大家記不記得我去年在測試影片的時候 它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拿Pro跟Pro Max做比較的時候 特別是用長焦鏡頭 其實它因為光圈比較小的關係 在同樣光圓比較暗的時候 它會切換到主鏡頭去做裁切 那相對Pro來講 它也不會去換到主鏡頭做裁切喔 那今年的話 它的光圈降到了2.8 那這個跟去年 不管是Pro跟Pro Max比起來 差的就是幾乎整整一個階級啦 那我們來大概解釋一下 這個會造成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可能反正它可以調整的參數 就是它的光圈然後它的快門速度 然後還有它的ISO值嘛 對不對 那在一般室內光源 我們比較多人會使用的情況下 大部分是在室內拍食物 拍人拍什麼有的沒的 那這種時候它能調整的 譬如說它的光圈可以拉高一點 可是它會有一個頂值啦 那就是說我們以這個小感光元件來講 基本上它的ISO都不能拉到太高 因為它的雜訊會太多 那蘋果在影像處理的話 他們也會知道這一點 他們會大概有一個頂 就不會讓它再上去 那再來可以調整就是快門速度 那快門速度也不能降到太慢 因為你不管防手震在怎麼好 你拍的東西只要有稍微會動的話 你的快門速度就不能降到太慢 除非你今天拍的是定點 是那種風景啊 定型的夜景什麼什麼等等 那快門速度可以降 可是我們一般 其實我們在拍人拍小孩什麼時候 它快門速度也不能降到太慢 那蘋果也知道這一點 他們也會控制住 再來你可以調整的就是光圈 光圈讓它去放大 那我們這邊講放大 可是意思就是說它光圈數值會降低啦 光圈的數值越低 代表它的進光量可以越大 那它在光源不好的時候 可以拍到的成像會更好 OK 那我們知道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就知道這一次的光圈 在長焦鏡頭上面的光圈是退步的 而且是退步整整一個階級 那這個會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其實就是蘋果自己本身 他們在相機Air裡面 他們應該說整體他們iOS 或是他們的軟體的一個概念 他們對使用者有很多的限制 你會不會有常常印象說 你用2倍或是2.5倍鏡頭 在拍長焦的這個照片的時候 它的畫質非常不好 那這種時候其實並不只是因為 這個長焦鏡頭的鏡頭本身爛 那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原因啦 可是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在光源不好的時候 蘋果會強制切換成用主鏡頭去拍攝 那主鏡頭去拍攝 你會想說主鏡頭不是一個1倍的鏡頭嗎 它要怎麼拍到2倍 2.5倍的照片 很簡單嘛 因為它就是一個定焦鏡 所以它不能真的去 像有那種伸縮的鏡頭去變焦 所以它等於就是直接拍完一整張之後 然後再去裁切中間那一塊下來 那如果一個1200萬畫素 就是它們現在還是只有1200萬畫素的 反正就是也沒有進步啦 一個1200萬畫素的照片再去裁切 你再放大2.5倍到3倍 這樣畫素來講 並不是直接除以2或是除以2.5 因為你是一個那麼大的圖片嘛 然後你去裁中間這一小塊 你就知道這個整個算下來的話 我們就講大概剩下1200萬畫素 大概剩下200 300萬畫素而已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 當然它的畫質就會非常的不好 不管蘋果再怎麼深度融合 怎麼AI去演算 它就是一個只有用到兩三百萬畫素的一張照片 所以當然你會覺得這樣的照片畫質不好 它的畫素少得可憐 因為它裡面畫素量就是真的這麼少 那現在這個望遠鏡頭 它整個光圈又比去年 再少一個階級的情況 你會碰到什麼問題呢 代表在更多一般世界的光源情況下 它會強制再用主鏡頭再去做裁切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可能用iPhone 12 11 你去用長焦鏡的時候 它還沒有裁切喔 那可能畫質還會稍微好一點 那你今年買到新的等級的Pro Max 然後你以為你按下這個三倍的鈕按下去 你以為你是用三倍鏡照 其實它是用主鏡頭去裁切 而且這樣的狀況會更多 因為它長焦鏡的光圈就是比較小 那這個不管說它這次三倍鏡 可能用什麼新的感光元件 會有什麼進步 可是如果說它裡面使用的邏輯 就是一模一樣 它還是強制你 不能讓你看到你什麼時候 真的切換成三倍鏡 或是還是用主鏡頭去裁切 對 這一點又是另外一個很討厭 蘋果不讓你去選擇 然後也不告訴你說 現在到底是用哪個鏡頭 你只能用手指去擋 大概去猜到就是說 原來現在並不是用長焦鏡頭 蘋果沒有告訴你 如果你要強制去做選擇的話 你只能下載第三方的相機的App 其實這樣的使用方式有一個問題 你常常用第三方相機的App 它的照片不太會經過處理 所以蘋果很多 他們對照片的優化的東西 也不會在那個上面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就不太懂 為什麼它就是不讓我們知道 或讓我們自己去選擇 我去年還聽過一個很荒謬的點 有一個人講說 他說蘋果就算用主鏡頭 再用兩倍三倍去裁切的情況下 它的畫質都還是比這個長焦鏡頭 還要好很多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長焦鏡頭就直接拔掉就好啦 以後蘋果就一顆鏡頭打天下嘛 對不對 你就直接放一個超廣角鏡頭 然後你直接去Cover 一倍跟三倍十倍的焦段 因為反正蘋果影像處理就是這麼強 你可以用一顆別人其他廠牌 一樣大的感光元件 或是更小的感光元件 然後經過1200萬畫素裁切 再裁切之後 比別人6400萬畫素的相機 更大的感光元件 跟更好的鏡頭拍出來的都還要好 如果真的這麼神的話 那幹嘛要有三顆鏡頭 然後更不要去講說 其實蘋果又沒有製造自己的感光元件 大部分的手機廠或其他廠 他們感光元件大概都是跟那幾家拿 鏡頭也是跟那幾家做的 所以你要怎麼在一個感光元件 跟同個生產廠供應廠拿的情況下 畫素又比人家少的情況下 然後你能做出比別人神的一個畫質 這個不管你AI處理再強 它所有 它如果只剩100萬畫素 它就是只有100萬畫素 你再怎麼處理 它都不會變成6400萬畫素 基本的規格就是這麼簡單 那蘋果很多東西做得很好 你像處理啊 像我們在13會看到這些什麼人物 可以去調光圈 調變焦這些 有些東西真的是做得很好 可是如果沒有的東西 我們也不要因為自己的信仰 去把它講成有 我覺得這個會讓人家有點不太開心 所以我反而其實有的時候 蘋果推出這些東西 我沒有那麼憤怒 反而是看到有些人很無腦的 一直去把沒有的東西講成有 這一點會讓我比較憤怒一點 OK 它相機的部分真的很長 再來還有13跟13 mini這個部分 它現在用的相機 其實我們先前都有講 我們大概猜想說 它的旗艦機的這個相機的這個規格 會下放到13跟13 mini上面 關於這點我沒有問題 反正不管你是要輕庫存 你要省料 你去年旗艦的規格 放到今年的中階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接受 可是去年的12 Pro Max 是不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感光元件變大 主鏡頭 然後它所配合的超廣角 又不能去自動對焦的時候 你非常多東西根本不能勁擺 它最近好像就9公分 10公分的這個距離 這個在我平常使用上 其實是有造成一些問題 像是有一些金融或什麼的App 要去做一些驗證 不管是身分證或是你的駕照 或者像我美國有些App 要存支票的時候 因為這些App要防止你 可能事後去什麼Photoshop什麼的問題 它必須讓你這些照片 是在它App裡面用它的規格 它規定一個小框框 要拍進那個框框才能使用 這種時候它的對焦距離太遠 我就那個支票永遠拍不進那個框框 因為你一進那個框框它就糊掉 它就對不到焦 你一遠的話你拍到的時候 它的App又跟你說 你這樣沒有照它的規格拍 所以不能成何通過 所以這個是有造成問題的 如果你今年把一樣的規格下放到13跟13 的問題 在今年下放的時候一併做解決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真的就是偷懶 或者是有點不道德 你幹嘛這樣子 它就是有造成問題 你一致的問題你又不解決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第五點 第五點我們就來講這個充電的速率 充電的速度 為什麼這個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也是一樣看到蘋果 知道這個是個問題 然後它沒有去解決 好 那如果你說電池續航力不夠 或是電池容量不夠 有一個很好解的方法 蘋果知道 因為他們在蘋果手錶上面 就是用這個方式 就是讓它的充電速度變快 這種時候讓人家有時候急需啊 需要用什麼的時候 它的充電速度快一點 可以去彌補說 它可能比較耗電 或續航力不太足夠的 這個一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那可能有人會說 這個傷害電池健康度什麼什麼等等 可是蘋果自己用的MagSafe 就非常上電池 對 我自己用了三個月 那我現在的電池健康度 是大概只剩80幾吧 所以你MagSafe 本身 就是非常上電池的一個充電方式 你這個散熱就是沒有解決 那重點問題 還是回到你這個散熱的問題嘛 那你如果今天已經有提供一個 MagSafe 只有15瓦 的一個對電池已經反正就已經很不健康的 一個充電方式 那你在有限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再提供更多一點的瓦數 讓大家充呢 那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就是最高只有到20瓦 它的講法就是說 你如果用20瓦以上的充電器來充的話 反正它就是最高用20瓦的方式去充啦 那其他廠牌 我們現在隨便看到的都有 40 50瓦 70 80瓦 這種很快的充電速度 那這種技術其實也都是存在的 那再來就是散熱嘛 其實在iPhone 12 上面 我覺得這個散熱的問題 我自己本身其實在12跟11比起來呢 12它的散熱問題就比較嚴重一點 就我常常在FaceTime或什麼的時候 講一講 然後它的手機就會過熱 那這個情況我反而在11沒有碰到 在12比較常碰到 13的話 目前我們也還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最大的根本 還是說你整個設計裡面的散熱這些東西 要怎麼去解決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對於我們先前講的以上種種 蘋果在很多狀況下知道問題 然後又慢慢拖延 沒有去解決的這種慣性來講 那我自己的看法 我也覺得說你可能知道散熱這個問題 你在12生產的當下或設計的當下 你可能就知道這個問題 可是你要趕著每一年年底上市的周期 你還是硬著頭皮出來 那這樣我可以體諒 因為可能很多廠商都是這樣做啦 你一個上市公司 你需要對股東負責嘛 你不太可能今年的電話不要出 然後拖到明年出 可是呢 如果你在今年已經知道有問題的情況下 你明年出的手機又不去解決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故意了 那基於我們剛剛講到的幾點 其實在很多點上面都看到說 他們有這樣的行為 那這個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現在是因為說 他們的專注點 並不是在手機這個硬體上面呢 還是說 他們手上有太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做 可能車子AR眼鏡 或者是他們的軟體 他們的電腦 他們的M1晶片 又或者是他們現在非常大的收益 是從服務性質那邊來 那也或者是先前這個官司 真的影響到他們很大 那我不知道什麼理由啦 反正就是今年的iPhone 13 那或者是說 它每一年這個歷代的更新 我覺得除了慢了之外 一個基本上可以一次給足的 一個小地方 它不這樣做 慢慢去拖延之外 另外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有問題 然後沒有去解決它 這個是讓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好啦 那今天這個影片我相信會非常長 那我也沒看到它錄了多長 我就是剪起來應該會滿辛苦的 那我也盡量不要去修剪啦 因為我通常 一個影片可能拍大概三四十分鐘 我會盡量把它修剪在大概十五分鐘內 那其實很多內容會因為這樣 沒有把它剪進去 那我今天這一支我會盡量 保留多一點給大家 然後很多可能就是我在這個當下 發表會看完 然後這些規格在打稿的時候 這些情緒在裡面 那今天這個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打稿 所以這種時候我脫稿演出通常是 會講不停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現在的話 那就謝謝你們看完今天的影片 好啦 如果你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我是蘋果烈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